哇,这合体之后的造型也太帅了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武王王,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给大家拆合一款我刚到手的模型产品 由大火鸟制造出品一鸟带马系列的换之鸟 在包装正面和同系列一样是非常的低调 背面是模型的内容物和玩法造型展示 产品的内包装是上下两层的吸塑 第一层是模型的主体 另一层是武器和手型零配件 这制品方面是附带了一份彩色说明书 如果是在关店预定的话 还会有一张官方的限定卡 模型拿到手中 在造型上和之前发售的狭只鸟相差不大 但是在涂装质感的升级上是非常的明显 同体都采用了暗紫色的分色涂装 同时呢,机身上也增加了许多新规的影印标识 再加上丰富的刻线细节 从此质感是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红色的透明舱盖可以向上翻起 其中有着驾驶舱的细节刻画 原先这个位置的盾牌零件 变成了红色的透明探针 根部带有可动关节 具体的玩法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一圈下方三个点位的起落架都可以向外翻出 在轮子这里是用到了金属零件 机翼下方因为外侧的接口要挂载无人机 所以进行了修改 其他接口和狭只鸟一致可以搭载其相应的武器配件 零配件当中是附带了四个利爪无人机 通过附带的转接零件可以搭载在机翼两侧 不得不说安装之后真的是超级帅气 武器方面是附带了一把大尺寸的狙击炮 枪身是左右合的零件没有分色涂装 还有一把带有涂装的热能斩刀 两者可以组合在一起 通过转接零件可以固定在机翼下方 新增的三毫米接口上 这也便是幻只鸟的飞机重装性态 总之是非常的霸气 有了超时空要塞那个味了 紧接着我们将其变换成机器人形态 我们下期视频 变形完成以后 这也便是幻只鸟的基础形态 那身体的各处细节 我们从头部开始看起 和狭只鸟相比 头部是新规零件 由原先的红色透明零件 变成了独眼的造型 头部和身体的连接处 是一个球形关节 有着正常的可动表现 360度的水平旋转 也是毫无问题 胸部这里是飞机的进气口造型 里面有着金属色的涂装 在胸部的下半段 是一块金属零件 和狭只鸟相比 腰部零件进行的修改 可以360度的水平旋转 通过卡扣解锁 腰部可以向前90度的翻折 肩甲的外侧 是新增了一个3毫米的插口 小臂的插槽进行了优化 可以当做3毫米的接口使用 手臂的平台可以达到90度 360度的垂直旋转 也是毫无问题 就是关节有些生色 在手臂根部 是带有一段平转关节 在手肘处是一个双段的蝴蝶关节 向内需肘可以超过90度 在手腕这里 可以上下摆动 以及水平旋转 就是这个手部的连接方式 还真是蛮少见的 除了这对默认的手型零件以外 商品当中还附带有一对武器握持手 一对武器开掌手 以及一个指向手 还有一个抓握手 总共是三对手型替换零件 在膝关节这里 也是进行了优化升级 相较侠之鸟 有一个较大的反折范围 可以根据需求 对腿部的长短 进行缩断和拉伸 在整个脚部都是金属零件 重心还是非常稳的 因为在腰夸部这里 没有任何的干涉 腿部的侧摆 前踢和后踢 均都超过了90度 在大腿根目 带有一段平转关节 向内屈膝可以达到180度 在脚踝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只能说接地性一般 在基础形态上 安装上推进器模块 以及安装四个利爪无人机 便是幻之鸟 机器人模式的重装形态 在强化了四指以后 就给人一种非常壮硕的感觉 手上硕大的利爪 看起来十分的凶残 一看这个造型 就知道肯定是一个 邪气十足的反派 每根手指上都带有 多段的可动关节 可动性是非常的强 通过翻折阻折 可以将其切换成不同的样式 进一步的提升了 本款模型的玩法 值得一提的是 身后的热能探针 虽说带有一定的韧性 但是在把门过程当中 一定要小心避免折断 不仅如此 幻之鸟还可以变换成 其他形态 像是宛如萨克巨人一般的 杀仙模式 还有这个唯妙唯肖的 非尿形态 不仅如此 玩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脑洞 进行把玩切换 如果说你有购买过 同系列的其他产品 就可以通过零件当中 所附带的转接零件 打开脑洞 随意拼插 打造自己的幻之机体 那看完了 本款模型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下总结 商品的预定价格3.6张 全高18厘米 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发售 和之前所发售的 狭制鸟相比 在可动结构和武器的零配件 以及漆面的涂装质感 和变换的模式 都进行了升级 并且玩法也是更加的丰富多样了 价格和狭制鸟相同 可以说得上是 假量不加价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 模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武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